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Barry 今年40岁 我是一个副机长 也是在这日记之后的其中一个老板 另外一个老板其实是我的好朋友 我们一起坐车 我当了大概接近12年的副机长 我也是从小的时候 其实我就很喜欢飞机 当时我爸爸的一个好朋友 他是一个机长 所以我从小就听到说 开飞机是怎样啊 去到哪里 起飞的时候要做怎么准备啊这些 我就感到很有兴趣 当时在07、08年的时候 新航也在招人 所以我就说 不然我就去试试看去应征 然后就被录选了 从之后就在那边开始飞了 嗨,好早安 所以今天早上来报告 我正在工作上 我正在空船上 所以可以看到 空船上不是正常的 所以现在很静 现在是非常静的 Covid确实有很多东西 所以希望这会更好 我一路来 我对F&B是挺有兴趣的 因为我小时候 我家里我爸爸 是之前开了一间日本餐馆 我就是喜欢有可能拿了那个食物 有可能所谓的做一些play thing 就把食物放在那边摆好看 然后就从那边开始感觉 开始有了兴趣 之后呢 我就 开始去 当一个飞机师了 就没什么时间 去发展 这方面 Covid发生过后呢 我就想 因为我比较少飞了 我就在手头上时间很多 我就觉得说 让我就试试看 在这个时候 发展进F&B的行业 看看如何 有很多的进展 就在这个时候 我就跟我的朋友 Eric 我就跟他谈过 所以我们是大概在去年 2020的7月 决定是好 我们就一起合作 所以我一选到粥 第一点也是因为 它是一个stable food 第二点因为它的过程 做粥的过程也不太复杂 我本身很喜欢吃粥 而且又是那种广东粥 所以刚好我的好朋友Eric 他的家族生意 也是做这种广东粥的 我在这儿大概训练了大概 几乎两个礼拜 我每天大概早上六点半 就来这儿 到瘦探子大概晚上八点 所以应该是整整 大概接近十四个小时吧 我就跟我朋友说 OK好 我们做这个做的生意的话 我们就要分配工作 后面就是厨房 就由我朋友来负责 我就负责前排 就是说比如HR Marketing PR这些 我们本来是想开一间小店 可是我们算算了一下 是有点budget的问题 就有人接受 你有听过这间 在Suntech新开的一间food court吗 你应该去看一下 当时候应该是年头大概二月左右吧 价钱方面是within our budget 我们还接受得了 我们就觉得 而且是food court 又有空调的地方 有可能在那次周的人 会比较舒服一点 卖座是一个service industry 跟飞机啊 无论做什么事情 一定是要努力 we have to give in our best effort 没有这两样东西的话 你怎样去争 怎样去抢 还是怎样是办不到事情